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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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对不起 老师 他是我哥 你这怎么摔的 就 在楼梯的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 对 也不知道是谁推我的 就客间人那么多 就在咱们教学楼三楼 那么高的楼梯 就直接滚下来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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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轻点 轻点 摔这么严重 得消毒消干净 否则会流疤的啊 我去打个电话 是不是你 又怎么了 你今天从楼梯上被人推下来 是不是你 你这孩子是被我不病了你啊 那以后你妹妹磕磕碰碰的 三灾五难 全是我找的人做的呗 这行了吧 这两天都要出场地了啊 你考的到底怎么样 我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的小哥 你别乱动 想一伤手裂开了 怎么了 我想哥哥 我以为分开很容易呢 这十几天没见到哥 我就浑上没有力气了 你说当时你们都去北京上大学了 我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了 我得想死你们 没事啊 过段时间就习惯了 再说了 咱们可以每天打电话 那我不行 人家说了 这男孩子上了大学 就天天跟着女孩提出头本转 谈了恋爱就不是你们喽 怎么可能啊 那谁说的 年轻人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行 那咱们走着瞧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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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